海上颱風 氣象局持續針對18號颱風泰立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今天上午11點鐘的位置 它已經來到了台北正中方 大約470公里海面上 它目前是一個中度颱風 包括半徑有200公里 目前它處在的環境 風切還是比較小 海水還是比較溫暖 所以在未來幾個小時 也不排除它的強度有略為增強 幫半徑有稍微擴大這種機會 至於它的移動的整個動態 它會先以西北的方向 移到台灣東北方的海面 然後在明天白天開始 方向會逐漸由西北轉為偏北 逐漸離開台灣地區 要特別提醒 以這樣的路徑來看的話 其實氣象局發布 陸上局包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整個過程當中 應該主要還是以海上颱風警報為主 所以在這裡要特別提醒 暴風圈預計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這段過程當中 會影響到台灣東北部 以及北部海面 所以第一個既然是海上警報 所以風浪的部分就要特別注意 現在目前觀測到 富貴角跟台灣北海岸這個地方 已經觀測到超過3米的浪高 隨著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這段時間 在台灣東北角 以及台灣北部沿海地區 風浪 我們目前的資料的模擬顯示 應該會有4到6米浪比較高的 比較大的風浪情況 提醒大家要注意 另外在風的部分 也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地方 就是台灣的台南以南 以北地區 以及台灣東半部地區 也有一些長浪 還有8到9級強震風出現這種情形 在今天晚上入夜之後 都要特別小心留意 至於在天氣方面 可能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就是 目前台灣地區 雖然還離太立颱風有一段距離 但是有一些外圍營氣 已經造成了雲封面的北台灣的一些降雨 黑大火火顯示 未來比較明顯這個強強雨帶 會隨著颱風向西北 進到台灣東北方海面 同時比較強的雨帶 就會影響到台灣北部地區的下雨的情況 以這樣的情形來看的話 我們預計 在今天下午過後 整個台灣地區的北半邊 已經封邊的地方 就會開始比較明顯的降雨 至於在晚上到明天 這個過程當中 下雨主要還是以地形 雲封面降雨為主 至於台灣其他地區來講的話 下雨的情況並沒有那麼明顯 提醒大家 雖然氣象局未來會發布海上警報 未必會發布陸上台風警報 但是今天入夜之後 要特別注意 整個在北台灣地區 特別在沿岸地區 會有搶風跟比較大的風浪出現 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這種現象 以上是最新的台空動態說明 《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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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